女人结婚到晚 被丈夫家人绑在桌子上 逮捕她玩一场生死游戏 格雷斯吓惨了 她拼命挣扎 可四肢被牢牢固定 格雷斯陷入绝望不知如何是好 白天是婚礼 没想到晚上变成葬礼 格雷斯出生在普通家庭 特渴望嫁入豪门 当遇到帅气多金的丈夫时 感觉像中了彩票 丈夫的家族以猪油发家致富 在当地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豪门 格雷斯抓住机会成功获得丈夫的青睐 两人情投意合 丈夫很快想到求婚 格雷斯欣然同意 她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 对婚后的生活充满期待 婚礼现场 丈夫的家人打扮得非常奇怪 他们表情严肃 私自盯着格雷斯 这让他感觉浑身不自在 晚上夫妻俩回到房间 准备享受浪漫的二人世界 就在这时一道人影闪过 格雷斯吓惨了 原来是丈夫的姑妈 喊他们下楼玩游戏 大家已经准备好 在这个家族有一个怪异的传统 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时 午夜必须参加游戏 这对家族来说比婚礼还重要 游戏结束 他就正式成为家里的一员 听到此的格雷斯能够理解 毕竟他们靠游戏发家 无论能让丈夫的家人接受自己 他一定要好好表现 很快成员到齐 在公共的带领下来到一个特别的房间 格雷斯小心翼翼走进去 里面的城市非常奇怪 全是动物标本和枪支 所有人坐在桌子前 公共拿出盒子让格雷斯抽纸牌 他抽中了桌迷藏 丈夫表情变得严肃 公共打开门 让格雷斯赶紧躲起来 数到一百后就会去找他 他可以躲在任何地方 为了公平起见会关掉监控 丈夫凑到他身边 让他在房间等自己 格雷斯不以为意 他想通过这场游戏融入到家族中 这场新婚派对太奇怪了 新娘躲进升降机 公共取出墙上的墙支 分配给每个家族成员 所有人拿到最适合自己的武器 捉迷藏正式开始 格雷斯浑然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一段时间过后实在太无聊 于是打开门走了出来 他被捂住嘴拖进房间 原来是丈夫 就在这时 女伯听到动静找了过来 丈夫连忙让格雷斯躲在床后面 就在他准备离开房间时 突然被一枪爆头 姐姐以为击中格雷斯 兴奋地叫来其他人围观 让他们失望的是 中枪的居然是女仆 公公赶紧让其他人把尸体藏起来 被格雷斯发现就不好了 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却不知这一切都被他看在眼里 众人离开后 丈夫让他赶紧逃跑 但是家族人必须在日出之前杀了格雷斯 如果输了游戏 厄运会降临整个家族 丈夫把他带到暗道 让他沿着走廊走到厨房 他再去警卫室打开门锁 才能让他安全逃离 格雷斯走到镜头看到两扇门 小心翼翼打开其中一扇 没想到和家族人撞了个正招 几人尴尬对视 姐姐抬开手枪 并没有进行格雷斯 他赶紧逃跑 门窗被全部锁死 电话线也被切断 格雷斯想起来房间里的枪支 他找了过来 其他人不见格雷斯的身影 决定分头寻找 丈夫来到警卫室 可他找不到电源开关 格雷斯终于来到门口 准备用枪打坏门锁 就在这时 脚步声传来 管家到厨房喝水 格雷斯装上子弹 准备从背后偷袭 他扣下扳机 里面的子弹只不过是道具 管家一步步逼近 格雷斯拿酒水壶砸在他脸上 随后赶紧逃跑 丈夫终于打开门锁按钮 公公在监控室发现他 将他吹晕后绑了起来 另一边 格雷斯成功打开窗户 跳到院子外面 就在他以为能获救时 家族人追了上来 将他打倒在地 女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桌子上 嘴被胶带封住 四肢无法动弹 公公婆婆站在一旁 又用格雷斯新活的血肉 献祭祖先 他们轮流合下神秘液体 仪式开始 公公举起匕首 眼看就要将他刺过来 突然腹部疼痛 众人呕托不止 原来姐夫在液体中加入卸药 他是格雷斯的前男友 不忍心见他就这样死去 前男友是上门女婿 根本不信家族的诅咒 决定放走格雷斯 逃跑过程中 两人被大嫂发现 他一枪击毙自己的丈夫 格雷斯趁机冲上去将了翘晕 他来不及思考赶紧逃跑 却又迎面照上公公 格雷斯拿起台灯 摔在他脸上 临走时还放了一把火 丈夫醒了过来 挣脱手铐来到楼下 见到杀红眼的格雷斯 看着家人的尸体 他悲痛欲绝 一把雷属格雷斯的脖子 再次把他放在祭坛上 几人合力控制住他的四肢 丈夫拿起匕首准备行刑 阳光照起来 他们意识到天已经亮了 家族输了游戏 姑妈非常害怕 连忙祈求祖先原谅 静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奇怪的是 几分钟过后 什么也没有发生 众人感到疑惑 难道家族的诅咒根本不存在 几人松了口气 但下一秒 他们纷纷原地爆炸 瞬间变得血肉模糊 所有人尸骨无存 只有格雷斯一人活了下来 他走出房门 一把火烧了整栋房子 电影准备好了没 前半段营造的大逃杀氛围 非常出色 家族游戏象征着 精英阶层的入门标准与制度 格雷斯代表着 有幸跨越阶层的人 虽然大家想带格雷斯一起玩 但他必须拥有 符合阶级的能力 否则就会出局 好了 喜欢这些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